咱个来自中国的潜逃者 没有枪也没有炮 仅凭一鼓的狠劲 就把韩国闹得天翻地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大家好我是牛叔 今天介绍一部韩国犯罪片 犯罪都市 韩国首尔的家里风洞是华侨的聚集地 这里生活着无数从中国来的朝鲜族人 移民的务工的 偷渡的鱼龙混杂 因此黑帮林立 治安十分混乱 咱们的男主就是管这片的刑警副队长 他人高马大 皮糙肉后 血多防高 就算被划了一刀也要等半天才会反应过来 哎 捡了三点血好疼 然后一巴掌伤过去 直接暴击999 并且还在击退和昏迷效果 所以黑道人人对他敬畏三分 都恭恭敬敬的叫他神马东西 啊不对 是马东西 这老马虽说是刑警 但流里流西的怎么看都像黑道化石人 黑帮间闹了矛盾 他就过去和克悉尼 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而黑帮也十分给他面子 这天又发生了一起捅人事件 老马先找到了毒蛇帮 照例先一巴掌干晕一个小弟 做下马为一 从老大龙哥口中问出是谁捅人的 找到了捅人者 又是一巴掌暴击999 差点送进火葬场 之后再找到另一个帮派 一帅帮 又是一巴掌干晕一个小弟 一帅帮老大马三也没有什么脾气 甚至主动让老马捏蛋蛋 算是为小弟捅人道歉 最后老马又让毒蛇帮老大 和一帅帮老大握手言和 这件事就算过去了 两位帮主自然是憋了一肚子气 但一拳刑紧马东西的面子 也不给不行 这时候电影的大反派登场了 据说这三个人 是哈尔滨某社团的三员汉将 犯了大案子 偷渡到韩国 正在被国际刑警通缉 老大叫张千 输了个丸子头 这么长的头发打架的时候 不怕被人耗头发吗 你别管 帅就完事了 毫无疑问 他们来韩国是为了避难的 应该低调一点 但张千却不这么认为 把自己当成长山赵子龙了 非要在韩国杀他个 七进七出 接了个要账的活 三千万韩元 力滚力滚力滚到两个亿 你说这不是高利贷 这是抢劫 东北猛汉 从来不和韩国人讲道理 抄起铁锤 就废了欠款人一只手 你还不起 就叫你老大来 碰巧欠款人的老大 正是毒蛇帮的龙哥 龙哥什么市面没见过 格纳尔钻出来 三个小别三 欺负人都欺负到毒蛇帮头上了 想要钱是吧 来来来 这口吐沫里 富含维生素ABCDE 价值两个亿 就不用找零了 岂不知这一下勾起了张千的脾气 好好跟你要账 你还一点都不讲江湖道义 那就怪不了在下乱弹琵琶 送你去归西 一顿小刀法 堂堂毒蛇帮老大 就去见阎王了 把尸体分成几十块 丢进了垃圾桶里 这一套操作下来 把毒蛇帮小弟全都吓傻了 韩国黑道可从来没出过这种狠言 怎么一言不合就杀人呢 要知道张千这次来韩国 就是要建立自己的王国 一步一步稳扎稳打 那什么时候才能登机呀 还不如直接吞并毒蛇帮 然后再吞并其他帮派 这样不就迅速实现统一了吗 第一个小目标就这样达成了 兄弟们来到会所里循环多乐 刚好马副队长也在这里 老马来这里纯粹是为了体察民情的 和老百姓打成一片 尤其是老百姓中的年轻女性 什么会所老板还给安排了三个大美妞 其中还有两个进口的 你瞅瞅竟扯这个 老马实在有点头疼 每次来非得把人家搞得甚虚又甚虚 好在别人送的慎保车里还有几瓶 只能强行顶一顶了 民间疾苦啊 咱们说说简短 一夜糊涂过后 会所里突然来了许多警察 同志们十分惊喜 哎呀马队长竟然提前就来了 这里出事你都知道了 真是神奇儿竟是妙算哪 原来呀 昨晚张千他们玩的兴起 想和姑娘们深入了解一下 没想到被大唐经理一吐乱骂 说什么咱家会所是高档场所 卖艺不卖身 那张千当然火了 不卖身是吧 那你的手卖吗 一斧子下去就把警理的一只手给废了 这种恶性事件警方当然要来调查 可惜视频监控太模糊 而且他们仨出来乍到 道上的人也不知道底细 就在警方毫无头绪时 突然有了重大发现 之前被杀的毒蛇帮老大 实体被找到了 毫无疑问 沿边街区的江湖已经变天了 而且这只是一个开始 张千不仅干掉了龙哥 把毒蛇帮的成员都收为小弟 还把那两亿高利贷的钱 算到了毒蛇帮原来的二把手身上 让二把手竭尽全力的搞钱 以前一个月不是收一次保护费吗 这回一个月最少收两回啊 奈何毒蛇帮的名下 只有妓院生意 当时韩国人的肾还不咋好 所以这笔钱怎么收也收不回来 那没什么可说的 只能拓展地盆了 于是毒蛇帮众 就跑到了一算帮的游戏厅 故意挑事 一算帮的马三很快就气势汹汹的撒了过来 结果进去之后 瞬间就被张千的狠劲给震住了 一口恶气没出来 活活憋了回去 这间游戏厅张千就笑那了 咱们早就说过张千来这 不是为了缓成王的 他就是想捞钱 做事毫不收敛 横整暴敛 以前的毒蛇帮找商家收保费 都是小打小闹撒瓜俩嫂的 张千可没得个耐心 干脆让二狠给他们上一课 当着原毒蛇帮二把手的面 二狠一刀就定住了老板的手 这一刀就叫下马为一 一般这一刀下来 这帮有钱人就能交钱 再不交钱就来第二刀 砍手砍脚 砍掉手脚还不给钱 那就绑架妻女呀 这都是有流长店 你们这帮小别三可得学着呢 如此一来张千裁员滚滚 财富大量积累 毒蛇帮二把手 对他更是怕的不行 恨不得瞪他一眼就能尿裤子 就连张千看上了他的媳妇 他也只能低眉顺眼的 去外面把门 当然了韩国大男人 这方面的面子是必须找回来的 等张千一走 救出老婆就一顿暴打 凑女人敢给老子戴绿帽子 你说老子为什么忍 老子这叫小不忍则乱大谋 打着打着 突然有人找上门来 二话不说 就给二当家一顿胖揍 出手的人是谁 正是会所的老板小孟子 小孟子在沿边捏的势力 不亚于毒蛇一串 被人费了自己兄弟的手 肯定是要报仇的 但不知道下手的人是谁呀 于是就找来二当家问问 可是二当家也不清楚 张千的老巢在哪 不过他也想找张千 报绿帽之仇 于是就当起了小孟子的内应 不久之后 被抢了场子的一顺帮 重新召集人马 在马三代代领下 重新撒回游戏厅 把张千的马仔全都打跑了 等二狠和三狠赶过来 游戏机都给砸烂了 二人气的立刻要去报复 岂不知这正是一顺帮的陷阱 在胡同里就把二人给堵住了 二狠和三狠不愧是亡命之徒 不知道什么叫害怕 一顺帮还想用钢管把对面打扶了 可是二狠三狠直接掏刀子 不分轻众瞅准对面就扎 韩国黑帮打仗可没有下手这么狠的 一串帮都不会打了 看这场面再有一会儿 他们全得被这俩人给砸躺下 好在关键时刻 老马及时赶到 用大胳膊把二狠给降服了 二狠是很讲江湖意气的 在警局里怎么也不肯出卖兄弟 怎么问就是一句话 沙地狠 懵逼的老马赶紧问了问翻译 顿时气地公报私仇 十八般酷刑轮番来一遍 但二狠就是不开口 过了不久 正赶上马三给老母亲办八十大寿 谁也没想到张千的报复说来就来 只见三狠用灭火器在现场一顿乱喷 搞得客人一片大乱纷纷逃算 而张千则趁乱杀入 抄起斧头看瓜切菜 一串帮小弟们根本没有一将之和 最后马三也想在老母亲面前表现一把 可是实力不允许啊 灭出几下就被张千给抹抹了 这次大战立刻引起了整个韩国的关注和恐慌 这些家伙也太狠了 这才几天就灭了两大绑派 可想而知老马这些刑警面临的压力有多大 但想抓住张千真是千难万难 这个家伙无比狡猾 居无定所 想找到他的位置 困难重重啊 没想到更大的压力又来了 原来那三个狠人的案子 惊动了中国爸爸 中方表示严重关切 并要求韩国政府尽快解决 否则中方将亲自说 所以韩国领导层决定将这个案子转交给其他部门 这下老马和大队长都不干了 这不是当着我们的面骂我们无能吗 咱们可不能在中国面前丢人 咱们大韩民族要硬起来 所以老马干脆立下军令罐 发誓要尽快将张千缉纳归案 办案权暂时保住了 可是到底要怎么抓住张千呢 好在老马又想到了办法 他将所有商家都找了过来 劝他们和警方合作 谁知道张千的位置奖励五百块钱 说起来这些商家都有顾忌 这事要是被张千知道 那肯定是灭满门了 可是现在张千实在太过分了 说是收保护费 实际上和抢劫杀人差不多 反正都快活不下去了 不如相信警察一把 约是当张千的马仔再来要钱时 商家们便偷偷的拍下照片 也帮助警察观察他们的活动轨迹 如此一来老马渐渐的掌握了 足够的证据和线索 就差抓住张千本人了 那么张千究竟在哪里呢 原来呀 他是嫌抢钱太慢 又接了一个大活 一个大奸商雇佣他去杀掉竞争对手 这个对手就是小孟子 干掉之后有十亿报酬 但张千没想到的是 二当家趁机给小孟子通风报信了 就在他们谈商议的时候 一群打手突然杀了过来 打了张千一个措手不及 好在二人的身手实在了得 破窗而出 追到车里又是一顿狂砍 三狠差点被开膛破肚 在车上二当家一看实际一到 咱也爷们也把掏刀想捅死张千 可惜实力不允许啊 被张千和三狠给放血了 回去之后张千又给二当家的老婆一顿暴揍 以为是这个女人要害自己呢 可实际上这女人是两头挨揍 没有好了 过了一天 没想到被抓的二狠回来了 二狠兴高采烈的告诉张千 说有两个中国公安把他给放了 公安手上有200多斤毒品卖不出去 希望二狠能帮忙打开销入 咱这不是正好吗 转手把毒品一卖 回国就能在老家付上首付了 可是张千一点都不信 一把就把桌子给掀了 你他妈给我拍电影呢 那中国公安能找你卖毒品 200多斤毒品就能付首付 你家毒品这么值钱呢 不过二狠马上拿出一包毒品 张千一尝 还真似这个味儿 这下智商也瞬间被堵到250 就信了 隔天公安这边就接到了二狠的电话 相约出来见面 毫无疑问公安司马东西安配的 收网的时刻到了 在其他部门的配合之下 张千的一杆小弟被一个个逮捕 很快就一网打尽 二狠这边也带着一批手下来应约 中国爸爸们好 岂不知话音刚落 老马他突然撒了进来 劈头盖脸就是一顿乱揍 哪知道找了一大圈 张千却不在场 你们还真把张千当成傻子了 谁会相信中国警察卖毒品呢 研究出这种剧情那边 剧都大于等于脑残 张千来到了另一个人的地方 小孟子的会所 别忘了小孟子这个人头可值十亿呢 小孟子一看见张千直接就被吓尿了 没什么好说的 一闷头就往警察局里跑 就快要到门口了 一下被张千给按住了 也就是小孟子命不该决 关键时刻 附近的警察赶到了 张千只好放手走人 到了此时 张千已经落得个仇敌满天下 黑道百道全得罪光了 最关键的还有中国警察 不过他也无所谓 在韩国祸祸这几个月也搂了不少钱 可以事了扶身去了 约是他准备离开韩国 去别的国家接着潇洒 可是离开的方式属实有点搞笑了 你这么醒目的外貌 居然准备坐飞机走 你是真不怕被警察抓住啊 就在飞机场的洗手间洗头的时候 马东西来了 一个法外狂徒 一个猛兽勤警 两个狠人 谁才是最强王者 一动手张千就吃了大鬼 没办法 这胖子的体型就是天生在开挂 皮操肉厚 痛结迟顿打不动啊 张千被拽住这顿小 可怜的厕所都被拆了个七七八八 最后张千被逼的 只有使出长龙的杂耍套路 又是拖把又是花盆 倒是闹的老马手忙脚乱 可惜厕所张千比不上一家长龙 马东西死死的把他压制住了 最后经过扭一扭 舔一舔再拖一拖 折翼的张千被彻底降服 鬼哭狼嚎的靠了起来 但张千还是有点不服 本片就完了 可以说这部电影是很精彩的 虽然没有什么剧情 但是把黑帮的血腥与残忍 彻底的表现了出来 最有意思的是 它是根据真实事件改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